我们就用一点安静的时间 然后我们开始今天早晨的课 再次感谢主把新的一天赐给我们 是主日 是你自己的日子 我们恭敬的愿意 让我们的感恩献在你的面前 愿意你自己来成全我们在这里的聚集 讨你的喜悦 蒙你的月娜 也应做我们的参与 让你的国度能够继续的前进 有孩子的 有小小孩子的 或者要盼望着有小孩子要出生的 主啊都是你的恩典 愿意我们在这里可以一同的欢乐的 来敬拜主 也呈现你自己的荣美 在我们的当中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感恩感谢的 阿们 好我们来看第一首诗歌是五百一十四首 五百一十四首是 耶稣在万民之上 我们呢连续的把它给唱两次 所以总共是唱四遍 你就连续的来 呈述耶稣在万民之上 请 圆树在万民之上 美丽的教祖 荣耀之主 以马来的 神与人同在 慈福的教祖 圣灵之道 圆树在万明之上 美丽的教祖 荣耀之主 以马来的 神与人同在 慈福的教祖 圆树在万明之上 圆树在万明之上 美丽的教祖 荣耀之主 以马来的 神与人同在 慈福的教祖 神与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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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福的教祖 三人知道 好 我们把这一首诗歌当中的 这个重点就是耶稣 那这个耶稣的当中 当当当当当 当当 耶稣这个 把它唱得很美 只要陈述一种 情感的一种的表述 不需要用很强的声音来推它 但是很美的一种的乐调 很美的一种的态度 再来试一次这首诗歌 留意到耶稣这两个字 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类的诗歌 把它给背下来 试着把它给背下来 我们再接着来看 五百一十三首耶稣我的主 请 耶稣耶稣我的主 叫做基督和平凌军 今人来管理我行 耶稣耶稣我的主 耶稣耶稣我的主 叫做基督和平凌军 今人来管理我行 耶稣耶稣我的主 这首诗歌它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情感的表达 就是今日来管理我行 第三行的地方 今日来管理我行 那这个陈述呢 是在一个非常愿意被管理的状态 实际上我们能够明白这一个愿意被主管理的一种状态 所以你可以看再回到了这个五百一十五百一十三首的这首的诗歌的歌词 今天来管理我行 是我非常愿意被主管理 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是被动式的 但是我们是带着一个不愿意的一种的态度 那这个地方是愿意被主管理 然后接着来他要再提醒我们一件事 耶稣是什么呢 耶稣是和平君 是基督 是救主 那在圣经里头 提到耶稣的名字的这种的形容 像耶稣说我是男人 我是好牧人等等等等 总共有两百五十个不同的名字的成数 所以这个地方只是用了三个字 但是主要就是这个我主 我的主 我愿意被你管理 用我非常温顺 游和爱慕的一个态度 被你管理是我的一个荣耀 今日来管理我心 所以你用一个多一些的情绪情感 来陈述这样一个的状态 请再来两次好吗 抱紧 咦 嫌揚 煌书 耶稣我的主 教祖基督和平民群 今儿来管理我行 耶稣我的主 耶稣我的主 教祖基督和平民群 今儿来管理我行 耶稣我的主 作曲 李宗盛 耶稣我的主 教祖基督和平民群 今儿来管理我行 耶稣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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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行 耶稣我的主 这一个诗歌呢 我们需要用一个非常多的情绪 而这个角色呢 最像的就是像一个小孩子 两岁三岁四岁 很懂事 可能也不是很懂事 但是当你跟这个小孩子 说什么 他就是非常的愿意 所以呢 当这个孩子 有这种直接的反应 成长到一个 非常所谓叫做 温顺 愿意 福音在父亲母亲的一个 带领管教的里面 他这种的 情感 在于跟父母在一起的 那种的安全 安全感完整感 就需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同样的被发现 耶稣我的主 所以你要用很多的情感 再加上非常容易的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 愿意福音在父母的带领 但是接着我们要来看下面这首诗歌 358首 有平安在我心 这首诗歌呢 就开始在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陈述的 513首 耶稣我的主 进入到另外一个 成长的层面的里面 那这个色彩就像这个画面一样 非常多了 你先来唱这首诗歌 把有一个 所谓感谢的一种的态度 放在这个诗歌的里面 我们先来唱一首 这首诗歌曲 有平安在我心 非世界所愿痴 这平安无人能夺去 这平安无人能夺去 如果在我心里 我愿意福音在我心里 我愿快乐 主终不把我别急 主终不把我别急 此生对我说 我终不离开你 主终不离开你 在我心里 在我心中 不是事 像我主歌颂 黑暗灯成光明 超苦全世 超苦全世忠赢 万福主耶稣 和灯光荣 永远在我心里 永远在我心里 耶稣说我 永远在我心里 无限快乐 主终不把我别急 此生对我说 我终不离开你 耶稣说我 主持我这阵堡 藏在我心殿中 在世纪取平安荣荣 将来荣耀大日 主必再来接我 回到天上 让每复家中 永远在我心里 耶稣说我 永远在我心里 无限快乐 主终不把我别急 此生对我说 我终不离开你 耶稣说我 主终不把我别急 你来试一次好吗 主终不把我别急 主终不把我别急 很快的突出 很快的突出 每个字都清楚的突出 有点的跳跃 像我的手这样上下的 不要是这样平的 主终不把我别急 不要不要 主终不把我别急 来试试看好吗 你们唱的应该要 不是应该 你们唱的会要比我 录音录的更好 有平安在我心里 把每一个字都有一点的切割 但是是弹跳的 然后配着这个风情的声音 会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时刻 再来一次好吗 带着喜乐的心 来回应 神曾经在我身上的 所制作的 我感谢他 请 有平安在我心 非世界所论痴 这平安无人能夺去 随时连于艰难 如云失眠环绕 我心里永远有这平安 永远在我心里 永远在我心里 耶稣说我 永远在我心里 我嫌快乐 主总不把我别急 此生对我说 我总不离开你 耶稣说我 当这天美平安 当这天美平安 充满在我心中 不思思想我 不思思想我主歌颂 黑暗灯尘光明 超苦全世中阴 万福主耶稣和灯光荣 永远在我心里 耶稣说我 永远在我心里 无限快乐 主总不把我别急 此生对我说 我总不离开你 耶稣说我 初次我这阵宝 藏在我心殿中 在世纪取平安荣荣 将来荣耀大日 主必再来接我 回到天上 让美富家重 永远在我心里 耶稣说我 永远在我心里 永远在我心里 无限快乐 主总不把我别急 此生对我说 我总不离开你 耶稣说我 下面呢我们一连串的诗歌 都是跟祷告有关系的 我们先来看第471首 永生神的灵 那这首诗歌第一个开头的地方就是求 所以它是一个祷告 那这个祷告呢是为了自己的一个转换 这个转换是在我们的品格上面 在我们的女神的属性上有一个铺陈 需要从一个好的状态要变成一个更好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个诗歌当作是一个祷告 开头 然后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几首诗歌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先来把这首诗歌唱两遍 詞曲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求永山沾山的灵 敬来复兴我 求永山沾山的灵 敬来复兴我 吹我 容我 套我 勇我 求永山沾山的灵 敬来复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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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来复兴我 吹我 容我 套我 勇我 求永生真身的灵 今来复兴我 求永生真身的灵 今来复兴我 求永生真身的灵 今来复兴我 吹我 容我 套我 勇我 求永生真身的灵 今来复兴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把这个今天要读的这个马太福音 耶稣所教我们的祷告 我们把这个经文列出来一下 那在这个经文的当中 我们今天要来接触这一个 跟这些祷告的诗歌有关系的 是要跟诸位来陈述一下 当这一些声音在这一个位格的陈述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看到下面这几个字 我把它给读出来 如果你有圣经 你可以把它记录在你的圣经的上面 如果你可以去翻你的圣经 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 那我读给大家听这几个字 请你留意的来看 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个父是向下的声音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也是向下的 接着你再听 愿你的国降临是往上的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也是往上的 我们日用的饮食 往上的上扬 今日赐给我们 往上的上扬 连我们的在是往下的 如同我们连了人的在 是往下的 不叫我们日间是 叹 是往下的 就我们脱离凶 恶 最好的翻译是 就我们脱离那恶者 是往上的 或者是凶恶 恶也是往下的 国度全比荣 药的药也是往下的 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说 这个上扬声来读这一些的经文 扬声就是我们在天上的 我认为这个福运人都尊我 这个宿坚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那个临是上扬声 你要把每一个我刚刚读过的 父啊 圣啊 债啊 试探的探啊 二啊 全部要把它读成上扬声 有一个很简单的两个观念 第一个观念是上扬声 让这个颜色能够漂亮 读起来能够有一种的 音乐的或者是喜乐的 这两个中文是同一个词的表达 第二个在我们现今的祷告 天父在天上也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这个天国实际上是 跟我们现今有一些的重叠的 但是当你在陈述这个祷告的时候 你试着要来听听看 我下面读给他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善 愿你的国家上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一样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财 不叫我们遇见事态 救我们破底凶恶 因为国度全平荣耀 看到吗 国度度也是往下的 但是你要把它读成阳神 国度全平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你试着要能够把这一个音的观念 放在你所陈述的 读出来的一个观念的里面 要把它融合在一起 所以你试着要回去练 如果你练不太出来 你就去听刚刚这一段的录音 然后重复的去做成这样子的一个练习 这个的目的乃是你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声韵 声是声音的声韵是韵力的韵 我盼望诸位不管你从哪里来 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就是我们现今所住的地方 你需要能够去发现这一些的 所谓这个地区 这个地方有一些特别的 特别的是在我的这一个生活的文化里头 我要把它给欣赏 然后要能够抓得住 盼望能够变成成是我的 所以这一个的声韵需要在 声音的声韵力的韵 需要在你的读的话语的当中 能够被陈述 被发现 然后被颂扬 被赞美 因为这样的一个观念需要在你的这个读的方式能够帮助 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对于在天上的父同时又是在地上的 这是一个重叠的一种的国权的表达的时候 你需要对于这一个祷告有这样的一个上扬声 特别在每一个字的结尾的地方要养上去 不管你从哪里来 你要有一个新的一个进展 而这个进展 在下面我们已经提过的就是这个Joy Joy 我们以前有跟大家提过 J就是Jesus O就是Others Y就是Yourself Jesus,Others,Yourself 你如何能够在祷告的里面 发现神的心意 或者你能够如何的发现神对你的祷告的喜悦 这个次序是非常重要的 神,神的名,神的国,第一位 其他的人在我的祷告之间 最后才是我自己 所以这一个要点需要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 去练习 也要被发现 被发现时 圣灵会发现 哇,这个人在改变 耶稣会发现 天父会发现 我们在改变 人也会发现 我们在改变 或者有一天你不知不觉 你说,哇 我居然变成是这样 感恩,感谢主 所以这个次序 耶稣第一位 其他的人第二位 第三才是我自己的一个祷告的顺序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回到了刚刚我们的471首 如果你可以把这一个歌词先看一下 在这个471首的歌词的当中 这一个祷告的人 他没有再强调他的环境是如何 他没有再强调他的整个的工作 健康等等等等的 他强调的乃是他的属性 这个属性就是神的本质 能不能够能不能够在我的身上 跟神是相同 因为相同 所以才能够相通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一首十歌 是我们一般的祷告的里面 不太陈述出来的 就是第三行的地方 催我 容我 讨我 用我 这四个不同的阶段 或者四个不同的陈述 来表明我们与神之间 本质需要相同 相同的一个重要性 那这首十歌是不是在讲我自己呢 是的 他是在讲我 我的我做主题 但是他不是在讲环境上的健康 婚姻工作对象 孩子等等等等 他是在强调我的属性 要跟神的属性的相同 相合 相交 相会 然后神就可以来用了 所以这一类的祷告 跟我们平常的一般的祷告 是不太一样的 那盼望你很喜欢 这首四百七十一首 试着也能够把它背下来 试着也能够把它背下来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的这几首十歌 第四百八十六 四百八十七首 如果我们都把它唱一遍 我们先从四百八十六首 很熟的一种很优美的诗歌 但是他强调的就是 当我祷告的时候 我会不会去想到其他的人 这个O 刚刚讲的JOY的那个O 其他的人 他说 我提醒你啊 请你为我祷告 为其他的人祷告 如果我没有这么做 来试试看这首四个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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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提醒我自己就是把其他的人放在我自己的祷告的持续的前面 为别人先代求 当我求是否为你求 那个你也可能是耶稣 也是神的国 也是神的名 所以总是把耶稣 把其他的人放在我的祷告的持续最前面 但这首诗歌是一个很喜乐的诗歌 也盼望我们能够在这种代求的当中 是带着欢愉的一个认识 因为我愿意为别人欢欢喜喜的祷告 欢欢喜喜的祷告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首诗歌第487首 为你祈求 你试着也来唱一遍 或者你要来听一遍 请 我愿意叫主在天位里祈求 我愿意叫主在天位里祈求 他时常关心我 对我极其温柔 但愿我叫主也成为你安邮 我愿意叫主在天位里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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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永远地盼望 扶持残悟弦 不叫他要走 我在天 与他相见 但愿你与我 能一同见覆眠 我尽为你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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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为你祈求 我有一百亿光明 皆白美丽 师徒为我预备 在荣耀日里 那日我给船上几起 柔美花里 我尽为你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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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为你祈求 主义真教你 当相别人参数 让人引力 人是亲爱的教主 尽为他们祈求 令他们走天路 主义真教你 当相别人参数 我尽为你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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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为你祈求 那你在处理这些诗歌的当中 特别是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 副歌的地方 我尽为你祈求 这个球字是只有一排 但是你不要把它唱满 所以就不会给人一种很急促的断掉的感觉 你明白这个观念吗 我尽为你祈求 我尽为你祈求 这是两排名 有一排 你要把它给唱的满 它不要有断掉的感觉 所以它有一种你的连续 所以这个需要有一点的张力 让这个球子非常难达 这是你要留意的 那这个歌词已经表达出来了 你是为了别人的需要 放在我个人的需要的前面 做一个重点 好吗 也是需要去练习 来处理这个半句的地方 这种一排的地方 我们来看最后的这首诗歌的 关于这个祷告的509首 求你听你耳里的祷告 509首 请 祝你耳里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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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发现这一些诗歌的作者在圣灵的陈述的当中 他强调的是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第二行 圣灵与我们同在 第四行 赐能力 赐恩惠 赐人爱 他没有在讲环境的如何的状态 他强调的这四点是圣灵与我们同在 因为圣灵与我同在 所以我有能力 有恩惠 有仁爱 可以去面对这个环境 可能可以去战胜一些环境的困难 或者我可以在 因为有恩惠 有神的恩惠 我可能可以去忍受这个环境的困难 我有这个能量 这个能力可以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这一些特定的诗歌的陈述 在表达他的内涵的时候 跟我们的祷告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盼望这一类的诗歌 能够成为我们大家 多多的帮助 当我在为自己祷告的时候 我如何要为自己祷告 好 我们最后来唱一遍这首诗歌 第483首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生命洗了枕头 祂是我的生死力量 你祷告 ön 敍他我 我必跌倒 当我走过来救耶稣 当我走过来救耶稣 不认识他如此安慰 是我心了 皆我心有 祂是我用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其难事的良悠 安上家恨难于计算 当我向祂祈求 祂赐日光又是甘霖 祂是河天金谷封印 日光甘霖 祂好收藏 祂是我有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我要终成待祂 祂对于我的真实 我既然欣赴祂 跟祂交纵我可安心 仰望是家事可惊心 与祂同行或言或名 祂是我有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此外无所爱慕 我心靠祂 时刻靠祂 无论于我 无论于我 得慈良悠为慈一生 与祂静静系的日子 永生喜乐 无穷无尽 祂是全世界与我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483首 我们再听一遍这首诗歌 或再唱一遍这首诗歌 作为我们今天课程的结束 请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生命洗了枕头 她是我的水师力量 离祂我比抵抵抖 当我走过来救耶稣 无认识祂如此安慰 使我喜乐 借我信友 祂使我游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其兰师的良悠 恩上家很难于计算 当我向祂祈求 祂赐日光又是甘霖 祂是河天经古风云 日光甘霖 祂好守称 祂使我游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我要忠诚待祂 祂对于我何等诚实 我既然幸福祂 跟祂交纵我可安心 仰望是家事可惊心 与祂同行 和言和名 祂使我游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此外无所爱慕 我心靠祂 我心靠祂 时刻靠祂 无论欲或欲否 得此良悠为此一生 与祂静静 与祂静静 是何日正 永生是那 无穷无尽 祂是我游 看完这些的诗歌 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延续 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们 让我们的孩子们 从小就接受了 我们所被教导的 也同样传递在他们的身上 对一些的诗歌 对一些的圣经 如果孩子已经大了 我们就为他们提名祷告 愿意主的灵 重新地复毙在 我们孩子们的身上 让我们的生命 和他们的生命是相同的 以致神的国 借着我们 借着他们 能够继续地前进 这是我们对主的祷告 求主自己来成全 自己来祝福 也求主来怜悯 成全祂的荣耀 在我们的身上 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的课今天就停在这里 我们下期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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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的感谢